呛呛三人行 今天咱们这个要谈的问题 因为非常严肃是吧 所以咱们也请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 就是这个妇女生产这方面 周一军 亲历者 那我们仨里边你就算专家了 只有我 你是生过 你生过孩子的 对吧 所以你可以谈一谈生孩子死人的问题 生孩子能把女的生死 我看见那个词啊 就产妇啊 你看那个照片 刚才他们要放 我多有媒体这个什么 这个良知 良知 我说这种非常残酷的照片 就不要给观众看了 那个世卫组织 他有个统计 全世界每天都有八百到一千名产妇死亡 然后呢 他居然但是呢 百分之九十九都发生在 欠发达地区 或者说是发展中国家 就他那个死因叫做羊水栓色 对吧 我今天学了个医学 羊水栓塞羊水栓色 对 他这个东西 他就是这个 他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 有的一些我看说是百分之八十几 就说一旦发生 基本上是没救 应该是这么说 但是现在 但是你说 我现在网上啊 真是这个网友跟打类台似的 上海报了个新闻 说上海救活了一个羊水栓塞 然后这边就说 你看 说明羊水栓塞是完全可以抢救的 是死不了人的 可以预防 可以预防 我觉得这些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说第一个百分之绝大部分 不要说九十八十七十的病 都在欠发达国家出现 那一定的 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我们可以理解嘛 穷嘛 越穷越见鬼嘛 广东人说 对不对 为什么没意思呢 就说不管羊水这个拉格 什么男人的这个拉格 一定有人死嘛 全世界都是 可是现在是这种死法 对不对 第一个是说事情那个讯息完全不清楚 好像今天是这样说 明天这样说 后天院方这样说等等 另外呢 基于所说的 目前所看到的事情啊 整个再一次让我们看到 没有规范了 根本以前我们讲过 不把人当人 每一次发生这种悲剧啊 我们都感觉 在大家眼中对方不是人啊 记得吗 我们谈过 我说你在我眼中不是一个人 只是两个东西 要么这是工具 对不对 给我用的 拿到钱 拿到权 要么这是障碍 对不对 你妨碍我 是 你麻烦 你是是个trouble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嘛 好像 即使我看到好像死的人 没旁边没有人在 没有人通知等等 我觉得说 重点不是这种病 你们要死 对吧 是说 怎么会这样 这样来处理啊 这样来回应 咱们先说说 这种病啊 是不是值得研究一下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 什么病呢 就是说 羊水栓塞 是一种什么 什么问题 这个 这个义军给我们讲 我这个 我背不出来这个东西 但基本上就是说 它在 呃 生产的过程当中 是有血 还是说某一种菌 就突然回流到 它整个的血循环里头 你就很难去 我找着了 我找着了 就是说这个 一个产妇 剖腹产后 大出血 不幸离世 说 我只说明 俩问题 一个是 呃 这还是凤凰资讯 一个叫唐伯虎的 嗯 画家也讨论这个问题 啊 说一看到描述 他就想到 死 孕妇 死的时候 满口鲜血 这就是 羊水栓塞 他说 这是指 在分娩的时候 羊水突然进入 母体的血液循环 羊水里边 含有很多脏东西啊 呃 醋凝成分 就把血管堵住了 我是给他瞎解释啊 呃 引起肺栓塞 严重的休克 尤其是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僵食产妇 发生不可控制的 全身 大出血 什么 引发这个急症的原因 一般是子宫收缩过强 导致胎膜破裂 抢救往往来不及 哎 这个 他是先是剖腹产 这个孩子 他先是准备要 要要自然生产的 后来就发现 就太大了孩子 然后呢 医院就劝他要抛腹 所以他才抛的 啊 后来发现不行了 然后就说 其实家属啊 我就发现这东西怎么说呢 哎 你不知道医院是怎么回事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很多事情解 由你自己的解读 比如说我看见他们 他反复都在说的是 他过两个小时 我们大概在等两个小时 然后他们出来了 破门 说要不要去切子宫啊 要不要切子宫 然后我们说 啊 那婆婆开始什么 不想切 对 到后来 第二个 哎 到后来我们是说要切啊 我们大概医院说 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说法 说因为这样耽误了抢救时间 他家属又说才五分钟 才五分钟 然后保大人保小孩 当时电视上放出来的这个这个采访啊 就围绕着这个要切不切这个子宫 你看我亲家母啊 毕竟只有这一个女啊 切子宫的话意味着再也不能生小孩了 你看这个表情 你看这个表情 是吧 然后呢 你们做做 他的当时家属曾经有过的某种表态 说做就做啊 做不得就转院 他们说只要切出子宫了 就保大人 然后你看是不是还有 你反正就是这么一些 哎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觉得是一些破碎不全的信息 特别乱 传递到我们的耳朵里 就是这样子 我想先说一下 你刚才说这个病的问题啊 就说特别 就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 就说他这个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他的致死率很高 对不对 但他同时又是全世界已知的 就产妇致死的 几大原因之一 就是很普遍 就是大家会都知道 这个你在生产之前 你知道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 我自己都不 我不是太记得 我当时生小孩之前 好像给 就他给我列出来 过多少种有可能的这个状况 而且我 我都不太记得 我当时说有一种什么症状 跟我讲是要到 镜里面以后 要再查一次 说我都有可能会 怎么怎么样 但是说是百万分之几的 这个状况 他都会跟你说到 但这个医院 你明显看出 他到后来就突然发生 就是这个状况以后 他就他说 我们是这个处理不了的 在找市里面 还是说 在高级的医院 赶紧再来人再做 但是也已经都来不及嘛 我后来查了一下 全世界啊 就说新生儿 新生儿这个死亡率 和孕妇的死亡率 通常是用来检查 这个国家的卫生水平的 中国的新生儿死亡率啊 就在这个 在这个中国大陆 在前几年的一个 综合排名 一百多名 就是在哥伦比亚 和巴勒斯坦中间 你都想不到 当然就是最近几年 我们这个进步也比较快啊 全世界09年 就是新生儿死亡率 最低的是哪 你知道吗 是新加坡 香港也是非常低 香港是第三第四名 在这个日本后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就是 这个发达国家当中 只有美国产妇死亡率 居然是在往 就是居然是上升的 就是越来越差 他这个 他这个医保啊 什么什么 这个也不行 对 就基本上就中国 其实你从这个指标上来看 真是纯粹的 这个是发展中国家 而且越就是越往 这些现乡的地方去 他确实这个准备是不太 这个是不太靠谱的 有些东西 因为这中国太大 当我们讲的什么 一个国家的指标的时候 可能同样的指标 你放在北京 上海 广州 可能又不一样 可能远远把哥伦比亚 什么抛在后面 可是你全国一平均起来 我们就 像你刚谈到的情况 假如按照理所说 可能当时真的出现了 突发情况 他真的没有那个专家 没有准备 甚至事后出了问题 也没办法回应 没办法说明 整个配套是没有的 而且他居然不直接 跟家属说 还是说村长 给家属去打电话 医院他不敢说 这时候他把人命 就交给权力机构了 就是他不敢说 你就知道 为什么北京的医院 他能够挤到那个程度 只要有条件的 全国的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 到香港来生小孩 尽管都不给永久了 都跑到香港 没错 我觉得香港的这个医生 也不是真是 他有时候把你说的 都能想回去了 他那个时候 完全是一片愁云惨物 他就怕负责任 从另一方面讲 他很负责任 他要把百分 万分之一的可能 件件事都给你讲的 清清楚楚 有时候能把你给吓着 你知道吗 有消息语言沟通 我前一阵子去 一个贵的医院 去看病 看到都是讲普通话的 好多好多人 然后可是那些医生 护士还是香港人 讲广东话 或者说香港 口音的英文 但语言不通 平常我们去看一个发销 我看旁边在等 那个先生 一看就是北方来 我说你哪里来 山东来干嘛 发销来看病 那么有钱 他说很快 坐飞机再过来就好了 双排车过来 他说比较好心人 后来我看到他进去 看好久 后来出来 听说是语言不通 医生跟他讲的话 他听不懂 他讲的话 医生听不懂 我们香港本地人去 可能五分钟的解决 他都讲了15分钟 我是听懂了 我那个香港 那个心脏科的医生 他倒是 有样好处 因为他的恐吓 我把烟给戒了 是吧 那就 嘎破眼眸 都先抽烟 你就是抽烟 我见过多少抽烟 家破人亡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这个医院啊 一方面都是说什么 草菅人命啊 什么医生 不把人命当回事啊 这是一种反应啊 但是我看到的 现在又常常是 另一种情况 就是说啊 这个医生啊 生怕负责任 你知道你见过 这个在ICU的 那个医生 因为都是垂危的病人 哎呀 有时候这个医生 现在就是 你知道吗 现在是反过来 家属说 你说我该怎么办 因为医生 就感觉就是啊 哎 我就跟你说了啊 可是你这个东西 你哪懂啊 比如说 现在你要不要 做气管切开 我跟你说 你做这个气管切开啊 他也可能会死 那不做气管切开呢 做气管切开 也有发炎的 这个感染的危险 然后他也还有 变成什么的可能 你说把这些 让家属签字选择 很多时候 家属研究一晚上 回来 你让有 对 有些时候 这就是自己家人的命啊 有时候家属都想逃避 说你这个医生 你为什么 你干脆替我做决定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中国人 每个人都认识 几个北京的医生 就是在自己家里 碰到这种决定 做不出来 就打电话 问这个北京的亲戚 北京的医生 还是你会得到一个印象 说北京的医生 敢做决定 说北京医生 比地方医院呢 说因为他们的病例多 他们这个 这个敢下手 说该做就多 后来人家说啊 那是因为你问的 那个医生 他不是主治大夫 他是给你出主意的 你看 一旦是主治大夫 他要担着这个责任的时候啊 那不一样了 那同理心还是要有了 你文涛说的 那个我刚忍不住插嘴 因为我 那个感受太深了 你有这经验 有啊 太可怕了 我每次想到这个啊 就就整个人家情绪 非常激动了 就几年前嘛 我女儿啊 说起来好久了 好像八年前啊 去英国玩 然后呢 感染 肺病 送回香港 蛮严重肺炎 而且他有抗药性 反正几个药都没办法退销 躺在那边 我从来没看他 没有反应的 那那边 然后呢 我太太在医院看见他 我要还要回家 我们要干什么 写作嘛 我们很有道德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跟我加 叫什么 龟房起薄熙 冲突起矛盾 龟房起薄熙 我以为是一个姓公俊 就是要巧言 我太太说 我们离婚算了 我都说 等一下 那我先写完 叫稿子 要交稿 等一下 我先开个起薄熙 龟房里面闹 闹矛盾 那一次 反正我就 女儿生病 我还是在家 要交稿嘛 写作 突然接我太太电话 他也被下盘 加辉过来 马上来 马上来医院 哇 吓得我 那个感觉 我到现在都记得 马上把所有东西抛开 一批衣服一批 坐个计程车 出租车去 原来这就碰到你说的 那个问题 去到医院 那个医生 我还记得 一边跟我讲话 一边拿手机 玩人手机 就说 现在是这样 有一种药比较重 假如用那种药 这要去ICU 那种叫什么 加护病房 重症监护室 对啊 这个随便讲两句 那另外一种药呢 比较轻 不用进加护病房 可是也不一定有效 你们说吧 你看吧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 你刚说要回家 想讨论 讨论一个晚上 对 不是 我还有15分钟 你们快决定了 15分钟 我才生死 对 我发狂 在英国 在香港 来送回去 在香港一家医院 那我就拍桌子 骂人 然后跟他们吵 后来呢 他们找了两个医生来 一起坐下来 再讨论 后来其中有一个医生 OK 他不是组织医生 不晓得是不是 这是你所说的 因为他不是组织医生 他敢说话 他这样讲 一个印度人 他讲了 他用英文讲 他意思是说 假如是我的女儿 我会怎么样的选择 OK 那我就听了 他不是说 A B 你来选 不是 他说 假如那个是我女儿 我的选择会是什么什么样 那我就听了 印度医生 发展成国家的医生 还是敢做决定 香港的印度医生 人命关天 要做选择 要负责任 对谁都很难的 但这次我就发现 对媒体一点都不难的 那媒体错误信息那么多 一开始 就你们刚才说那些很碎片 第一条信息传出来 他为什么这个事情 他闹得那么大 就是因为第一条 传出来的特别的 这个渲染 说家属破门 要入之后 发现这个尸体躺在那边 已经没有了呼吸 然后怎么有血 然后旁边坐着 根本就 根本就不相干的人 在吃东西 在抽烟 那所有人看了 都很愤怒嘛 结果家属后来 自己又跑出来说 他们看到的 也不是这个情况 说是 其实是没有人在那里了 然后这个尸体 又转移到那里 到后来又有一个 说是他的父亲的微博 就是这个 是死者父亲 又开了个微博 怎么怎么说 但后来又发现 这个微博 他又是假的 这不是他开的 就后来 我有个做媒体的朋友 因为他这两天 就是他一直在跟踪这个 他说 这很奇怪 说似乎每个人 都愿意看到 符合他预期的这个新闻 就我们一想象 医患矛盾 医院很不负责任 所以这个医护人 说人死了 这个医护人员全跑光了 大家觉得 这个该牵着 过了一会 又说 刚才你们放那个 要不要切子宫 要保大人 又说 看这个是农村的吧 要保什么 这个孩子 不要媳妇 怎么怎么样 其实那 后来又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 我现在就发现很奇怪 就是现在这个媒体越多 信息越多 理性越来越少 大家都是在希望 看到你自己 想看到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 我的眼光比较黑暗 我觉得时时刻刻 都应该 我反共我自己 我认为都应该明白 媒体的本质是逐利的 对 它是逐利 我跟你说 一个人 他要是逐利的 你对他任何冠冕堂皇的口号 你都要打一个问号 是 我现在就发现 因为我们传播信息 它的商业价值都特别的大 对 你转发都 然后你而且每次都要用 你哪怕是没有这个商业利益的人 比如说你转一条 其实你也不是在给谁做网络 但是因为你要能写的那个字又很少 比如说在微博在什么 而且大家这时候是迅速希望有观点 迅速希望有态度 你都不容得你说一些特别复杂的事情 怎么理清 不 你告诉我是怎么样子 所以就是现在是一个表态的时代 就是你什么事情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就一句话 而且态度大于事实 对 其实呢 要叫我说我看到的很多态度 我就觉得这人根本不关心真相 他只是要借题发挥 他找个事啊 骂骂娘 对吧 宣谢他心理疗的这种不满 甚至于对个人生活的不满 对吧 你这个 所以这个就不是专业的新闻工作 新闻工作 最基本没有查字 所以没有专业了 所以现在是媒体 不是新闻 我们说journalism 新闻 那些新闻 第一个就是真上 现在是只有头条 没有真上吗 我要头条新闻 对 而且现在啊 没有专业了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评论家 对 你看你打开这个手机啊 我就发现 你注意到一个新闻后头 不是有很多跟帖吗 那有些个跟帖 那么就是乱说 可是你要知道 他在一楼二楼三楼四楼里边 他就像报纸的版面 被计算 他有平等的一个刊位啊 他一个人可以完全乱说一句 其实谁撒毛大 谁就是牛 你别说是就下面这个评论 而且不光是在中国哈 在美国其实也有这样子的 好多媒体 我前两天 我看人家给我传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Fox News 呃 他们就是比较 比较怎么讲 就是比较 比较右哈 怎么样 这左还右 我都分不清了 反正他们是 谈论这个巴以问题 他们请了 有一个人是巴勒斯坦 有一个是以色列 那个主持人啊 你说是专业的新闻主持人了吧 就盯着那个 就那个巴勒斯坦人 你说哈马斯是不是恐 他是不是恐怖组织 人家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 不行 你说他是不是恐怖 他说美国政府说他是 不行 你说他是不是 就一个节目 整个就十多分钟 就问他你说是不是 最后人家不愿意 他说 对不起 你没有机会再说 就把人家掐了 没错 没错 这这这就是大家 就是就是表态 不过 对 不过我要说一句 美国是有这样 很喧嚣的新闻 但同时 他又有很理性的媒体 他也是有的 他有一个那个像那个纽约克杂志 对或者是 对对对 那么小一本杂志 几十页在香港港币卖九十多块钱 那么贵 我说 够对 他的文章都很长 但我们 他的成本多高啊 最近纽约克 纽约克 有个年轻记者 他在美国读书的 对 跑来香港 我是其中一个被采访的人 谈一个新闻 他在美国哈佛大学 在读博士班 我说你干嘛跑回来 纽约克 给他那个稿费 是可以给他为了写一个题目 跑回来两趟采访八个人 然后等了三个月来交稿 是 我跟江湘来处理 休假呢 还是干嘛 不像我们坐下来 现在讲什么 然后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去广告 枪枪三人情广告 之后见 我是很极端的 我认为当代媒体的这种特性 就决定了他就是个玩笑 对他的任何事都不能太当真 可是生活是很沉重的 不是玩笑 我就又说又回到这个事 我自己觉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比如说 我给你做一个选择 中风 你看咱们的公司 这个山灵 听说现在病情好转 咱们这个祝福 就是他这个脑出血 或者说脑栓塞 脑栓塞好 这个脑栓塞啊 他这一出血啊 脑子就水肿 他最大的危险 在初期啊 一两个星期之内啊 就是他这个水肿压迫到中间线 一压迫脑干 这个人就完了 所以呢 你需要做一个决定 一般就说 年轻的病人啊 都很容易做这个决定 上了岁数的 就很难做这个决定 比如说这个医院 甚至这院长就来跟你谈了 开伴 你这什么叫开伴吗 在脑袋上开西瓜伴 开个伴 开个伴 就释放他的压力 对吧 可是这家伙开个伴 你想 这个风险性 那他跟你说了 这当然这个开伴 我们也不能保证这个病人 一定就是能存活 或者说他以后的生活质量 那你就家属 说到底怎么 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啊 还是这个60% 还是40%吧 开了大概这个 好的可能性是60% 但是呢 好了以后呢 他脑袋这儿就老有这么一个口子 啊 这个护理起来 也是很容易感染 那要不开伴呢 不开伴呢 也有可能呢 他没收缩到那儿 他就缩回去了 或者说呢 那也有可能他压迫了脑干 这个就不行了 哎 你说你是病人家属 你开不开 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语吗 但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 就是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吗 好多时候你就只能 又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医总比不医好吧 好多时候 很难 就很难说 非常难 非常难 可能医生也确定 放弃治疗吧 给你考虑 注意生活品质 你可能做治疗 你的生活品质 还是能够都活两个月 但是品质过程很痛苦嘛 被疗化疗什么疗 对啊 那可能会会有这样 所以我觉得现代医学啊 它就 它有一个责任系统 弄得大家